欢迎来到美厅 人生下半场,请在这四方面优化自己 汪国珍曾说,当你仓促地到了中年,体态、面容、眼神、心境都被盖上了硬戳 闯过一重重生活的难关,咬牙接住命运的挑战,我们看似过得游刃有余,但其实渐渐力不从心 眼角刻上了岁月的风霜,被生计压弯了笔直的脊梁 可生活的漫长战役,我们无法丢亏气甲,只有不断优化自己,才能继续砥砺前行 人生下半场,请在这四方面优化自己 一,优化自己的形象 人际交往中有个很神奇的55387原则 大意是,他人对我们的第一印象,55%取决于衣着形象 38%取决于表情,内容只占7% 年纪渐长,我们在以言辞的修饰,能力的提升,却常疏忽了形象 殊不知,褶皱的衬衣,你点的鞋子会瞬间拉低别人的好感 颓靡的神态,不雅的举动,更会赶跑好运机遇 潦草的形象,是一个人最大的减分项 肯德基的创始人桑德斯,曾是公路边炸鸡店的店主 由于做出的炸鸡酥脆鲜美,克流络绎不绝 可1939年后,新开的高速公路绕开了他的餐厅,致使炸鸡店克流锐减 桑德斯被迫廉价卖掉了餐厅,只能靠社保为生 他不甘心就这样没落,于是挨家挨户推销自己的手艺 可推销路并不顺利,尽管他带着刚出锅的炸鸡上门推销 却始终没人愿意投资 经朋友提醒他才发觉,自己衣服粘着油渍,头发花白凌乱 看起来十分潦倒,才难以收获别人的信任 猛然醒悟的他,开始着手优化形象 他按照南方绅士模样,换上白色西装,打上了黑色领结 将头发河山洋湖梳理整齐,开着福特车去餐馆宣传 这样包装下,大家对他的印象逐渐改观 终于有家餐厅接受了他的提议 此后更多餐厅加入,肯德基生意也一路壮大 而他白西装黑领结的形象深得人心 投资商专门支付佣金,请他做形象代言人 马克,图文曾说,在形象上下功夫 会给你的学识、资历和教养点上传神的一笔 很多时候,形象就是我们最直观生动的名片 与人见面时,穿着考究得体 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在意 推销产品时,举止优雅大气 顾客才更愿意惠顾光临 聪明的人都懂得让形象成为助力而非阻力 中年后,优化形象也是我们对自己的雕琢和善待 穿着干练光鲜,我们也会变得大方自信 注重身材管理,我们才会褪去油腻,重现年轻 二,优化自己的习惯 乔布斯曾说,生命前三十年里,你养成了习惯 在生活的后三十年,习惯决定了你 中年的生活处境大多是早年习惯的缩影 常年熬夜的人,身体超负荷运转,难掩疲惫神态 有拖延习惯,日子便总是慌张凌乱 习惯看似无形,却暗暗操纵着我们的人生 作家梅尔中年时,曾将生活过得兵荒马乱 41岁的他,工作遭遇瓶颈 丈夫的餐厅生意也陷入困局 他明知自己该行动起来,帮丈夫料理生意 或出门找工作,可就是忍不住拖延 事情越堆越多,他只能靠喝酒缓解压力 幻想拖一拖会有转机 可第二日失业的烦恼依然存在 丈夫为餐馆忙得焦头烂额,生活更是乱作一团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火箭发射时 播报员倒数五秒后,火箭便立刻点火升空 这给予他灵感,于是在生活里 他也强迫自己养成五秒习惯 想运动时,五秒内出门健身 写好简历后,五秒内发送邮件 这样的习惯,使他的执行力逐渐增强 几个月后,不仅找到了工作 还参加了演讲,生活变得井井有条 心理学中讲到,习惯会变成无意识的大脑运作过程 逐渐支配我们的行为 有时生活之所以千头万绪,并非命运刻意为难 而是我们某个坏习惯在偷偷作乱 优化习惯,就是优化我们后半生的命运 提升执行力,今日是今日必 从繁重的任务里解放自己 优化生活作息,不透支身体 才能扛住压力的侵袭 人生后半程,拥有好习惯的人 才会备受时光偏爱,悄悄变得出众 三,优化自己的心态 很多人对百家讲坛里一中天的讲座印象深刻 但其实,比讲台上故事更使人唏嘘的 是他讲台下的经历 早年间,他在导师胡国瑞推荐下 到武汉大学任历史教师 他幽默犀利的风格,深受学生喜爱 他的课堂学生爆满 入之不到一年,他就从教师升为副主任 可耀眼的成绩引来了其他人不满 一些同事开始联合排挤他 他的课明明好评如潮 却始终平不上教授之称 学校分配宿舍时,他自历最老 却被分到最破旧的房子里 那段时间,他连最廉价的烟都抽不起 不得不靠写书补贴家用 一中天也曾心态失衡和排挤他的同事距离力争 针锋相对 可这并未改善他的处境 还险些是课程被学校取消 既然无法改变环境 他便决定调整自己心态 他不再计较直撑,反而开导自己 这样更清闲,有时间精进自己 生活困断,埋不起香烟 他就劝自己正好戒烟 空闲时间里,他阅览大量书籍 精进自己的讲课方式 还写出了帝国惆怅 艺术人类学等作品 这使他的实力越发强悍 还获得了百家讲坛讲座的机会 最终一页成名 美国教授赖弗雷森曾说 心态是我们心理能量的过滤器 是我们工作、生活的基础 人活一世 总会听到否定的声音 陷入艰难的处境 外界的遭遇终会随时间 推移而消散 当我们为周遭眼光所累 为外界非一所异 过得郁郁寡欢 才是把自己永久困进泥潭 很多时候 优化心态 我们才能走出命运的围栏 不为一时的冷遇否定自己 能看开压力委屈 才会等到阴霾进散 不被恩怨裹挟 看淡人是艰难 才能活得风轻云淡 四 优化自己的圈子 北大教授毛利华曾说 大部分人明白运动 作息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却忽略了社交圈 事实上 无论生理还是心理健康 都离不开高质量的社交关系 我们都会不由自主 受周围人影响 选择了怎样的朋友 就拥有怎样的人生 1909年 胡适来到上海求学 他和一名德国教员同住 教员通晓上海话 平日喜欢招懒朋友 打麻将喝酒 胡适和他关系亲近 也渐渐被同化 他在日记中写道 从打牌到喝酒教局 再到吃花酒 不到两月 我都学会了 腿米的生活 使胡适渐渐忘记求学的初衷 整日醉生梦死 有一次 他们深夜喝得鸣鼎大醉 被寻补房关起来 每人罚了五元 其他人都交钱被放了出去 胡适却掏不出钱来 此刻他才发觉 这段时间不仅学问退步 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想到家里生意衰败 自己还得靠老母亲寄生活费 他非常惭愧 同乡承越亭 听说胡适的遭遇后 实在替他不值 得知国家有公派留学 承越亭力挺胡适参加 为他筹集经费 还主动替他照顾母亲 减轻他的负担 而胡适的恩师王云武 也免费为他补习功课 胡适和他们在一起 常常从晨起学到日息 话题都围绕高校进修 根本没时间花天酒地 在朋友的帮助下 胡适成功取得留学资格 彻底改变命运 有句话说得好 你是谁 只能决定你的起点 和谁在一起 才决定你的终点 和酒肉之徒并肩忙着推杯换盏 听着醉语闲言 我们也会逐渐迷失 对生活丧失斗志 和有远见的人结伴 他们胸中藏沟壑 眼底有山河 每次交流 都是对自己的提升 中年的我们 本就所是缠身 那种辉煌时禁酒 落魄时缩手的关系 更不值得花时间来维系 很多时候 圈子高配 我们的人生才会高配 杨将曾说 人虽然渺小 人生虽短促 但是人能学 能自我完善 就像手机 能通过优化程序 来修复漏洞 减少冗余 我们也可以优化自己 使人生焕然一新 优化形象 拥有整洁的外表 更容易扣向机遇的大门 优化习惯 执行力增强 自会驱散 所是堆积的焦虑 优化心态 保持抗挫力 是我们与困境周旋的底气 优化圈子 和智者同行 才能解锁人生 更多可能 往后余生 愿我们不断 优化能力和状态 以轻松的姿态 承舟自渡 使过万重山 到达幸福的彼岸 订阳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